我们往下来看 课文 这个课文的标题叫做 就是很高兴认识 刚才咱们说了 可以还可以说什么啊 尤其在葡萄牙 我们看一下 他说 很高兴认识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就是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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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在哪呢 在那边 就是跟两个说话 人都远 对吧 那边有个咖啡厅 在那咖啡厅里 Hola Anna 然后他跟他打招呼了 Anna你好啊 Hola Pedro Pedro你好 Cómo estás 你怎么样 这个时候他 你看 这就是非正式的 就是称呼是什么 do 他说 do do ben obrigado 挺好的 一切都挺好的 谢谢 然后我说 Anna esta e 你看啊 我们来进行介绍的 非正式的介绍 就 esta e 比如说 esta e 我的男朋友 就刚才说 u meu namorado 这是我的男朋友 那你看 如果是女朋友 注意这里 这里啊 进行相应的变化 esta e a mina namorada 这是我的 女朋友 然后这个 Maria说 我叫Maria Maria 这个时候 他说的意思就是 我叫Maria 一定要注意 老外只要跟你见面 他肯定要说 他的名字 他不会等着你去问 我们中国人 最好也适应 这种方式啊 就是不要 跟人见面了 一直也不告诉人 叫什么 一直要等人去问 a com si chama qual è su nome 这我们太含蓄了啊 就是见面的时候 直接跟人说就完了 我们来看啊 sua Anna muy du brazil Maria 然后 这个Anna说 我叫Anna 很高兴认识你 Maria muy du brazil 然后他说 muy du goštu 啊 就是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studa zaki 注意这里的 联读啊 studa zaki na faculdade 就是你也在这个 大学这上学吗 你也在这上学吗 studa na faculdade 就是你也在这个 学校上学吗 sing 是的呀 studu 就是 istuda 对吧 istuda 就是我学 啊 我学 lideratura portuguesa 就叫做 葡萄牙文学 我学葡萄牙文学 i du 这个i 就是你呢 省略的上文啊 进行一个提问 你呢 studu direi du 我是学法律的啊 na faculdade de direi du 我在 法学 我在法学 读书 Anna toma zun gafé tumara tumse domara 可以表示 喝 dumara 这个词啊 其实 它就是英语的tick 它可以出现很多 动词的搭配啊 比如说 这个dumara un gafé 就叫 喝咖啡 喝咖啡 我们看一下 这个Anna 说的 好呀 好呀 就是bo idea 就是好的 好呀 那就是同意 她说的话啊 也没有必要 就一定翻译成 好主意 就是 就是其实我们 翻译的时候 还是要 以汉语的 表达方式 为准啊 咱们说 翻译的时候 讲究 信达雅 对吧 嗯 其实这个 更多的时候 适应这个 比译 去适应这个 比译的要求 其实我们最开始 在说话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必要 你说这个信 是什么呀 就是忠实原文啊 忠实原文的什么东西啊 忠实原文的意思啊 你连意思都不能忠实了 你忠实原文的字面 有什么意义啊 对不对 没有任何意义啊 就是这个话 到底要干什么 我说完了之后 到底要干什么 有很多 我们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 碰到我 也帮很多企业 测试过翻译 就是这个 这个孩子啊 或者说这个 小翻译 各方面 都很好 但资料也很大 然后这个口语 说的也很棒 但是一到翻译的时候 这个领导就说了 说这个孩子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说的话 或者人家说的话 真正的含义 他不能听明白 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啊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意 真正的去理解 人家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你上下文 是有逻辑的啊 可以进行一个 正常的一个推理 如果你正常推理 推理不过去的时候呢 你这个翻译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 我们再简单一点说 就是 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 脑子里 你翻译出来的那个东西 你脑子里 就产生不了画面 连你自己 都产生不了画面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母语 你都不理解啊 所以说 就是加工的时候 产生的问题啊 好好再看一看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课文里 出现的一些句子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介绍某人 叫 刚才这个词 叫apresendar 对吧 apresendar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介绍 esta es miña namorada 这是一种 非正式的介绍 就是朋友之间 见面 就说这是 谁谁谁 然后 正式一点啊 就用 é a professora é a professora Claudia Soares é a professora Claudia Soares 用这个 用这个单三 é 谢谢 比如说 é o ingeniero é o ingeniero Bedro Soares 这是工程师 Bedro Soares 你看我们在 实际如果在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 情况进行介绍啊 对这是我们公司的 某某位领导 对吧 这是我们 外方公司的 合作项目负责人 谁谁谁 是不是经常进行这种介绍啊 一定要注意 用这种方式 然后 你看 当别人给你介绍了 一位朋友啊 或者介绍了一位新同事 或者介绍了 某位领导 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回应啊 你不能特别尴尬的 在那处着 对吧 所以你回答的时候 一定要说 muy du brazil muy du brazil 就很高兴认识你 最好的情况 最理想的情况 你直接记住了他的名字 当然这个对初学的时候 有一点点难啊 因为之前我也说过了 每一个名字都相当于 对你来说 是一个单词 一下记住一个梦生单词 还是挺难的 尤其是 将来你打交道的是巴西人啊 他那个名字一点不规整 有的很长啊 muy du brazil 加上他的名字 或者是 muy du gosto 或者是muy du gosto 加上他的名字 好 我们往下来看 进行自我介绍 叫 apresendarse 叫apresendarse 我们来看 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啊 第一次见面 我们就会把名字 报给别人啊 比如说我叫bruna 我见面的时候 我就说bruna muy du brazil 我说的意思 并不是bruna 很高兴认识你 我说的是 我叫bruna 很高兴认识你啊 或者说 so a bruna 就是我叫bruna muy du brazil 这是 非正式的一种 介绍啊 就是朋友之间的 你看为什么啊 因为他直接叫我名字 没有姓 对吧 葡萄牙人的名字啊 既有名又有姓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那个 ana moreira pedro santana 这个介绍的时候 就很正式了啊 既有名又有姓 这种 这种介绍啊 就是比较 正式的一种介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问候的总结 我们来看一下 别人去 对你进行问候的时候啊 如果是比较正式的问候 他称呼你是 vosi 非正式的时候 称呼是du 称呼vosi的时候啊 叫comsta 称呼du的时候 comsta 你可以回答 ben obrigado 如果你是男生啊 你看 Fedro回答的 ben obrigado 我挺好的 谢谢 然后 玛丽亚 是个女生 他就要回答 ben obrigado 这个obrigada 是谢谢啊 如果你是男生 你永远都说obrigado 不是看说话对象啊 如果你是女生 你永远都说obrigada 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回答 然后当然了 如果是别人问你啊 comsta 你可以直接说 dudubain 他们俩是匹配的啊 dudubain 就是两个都是非正式情况 就问你你好吗 你可以说dudubain 当然你这个也可以更简单一点啊 我问你 stash bon stash bon 就和comstash意思是一样的 问你你好吗 你就说dudubain 丝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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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